I know you got your ticket baby you're headed L.A. way 我是3號陳瑞玲Reyna 親愛的瑞玲Reyna Reyna你給我一種優雅 笑容充滿活力的感覺 具有一種獨特的親活力 這正是香港少女需要擁有的特質 希望可以和你分享點滴 成為一位用愛去感染別人的節目主持人 律師尹尚 我覺得她看到我身上的特質 其實我也很感動她看到這一點 謝謝 第一就是平民地方 我會想到茶餐廳 吃東西的價錢比較好些 即是價值較大的地方 第二就是要快、靚、正 我覺得也是和茶餐廳有些關係 因為茶餐廳你甚麼都能吃得到 然後他們又煮得快又好吃 所以我想應該是茶餐廳吧 第三是紅豆冰 我想一定是茶餐廳 對,其實 你好,Rina 你好 我是Sharon 你好,師姐,你好 你這麼喜歡茶餐廳 不如我考考你 看看你知不知道 懷舊茶餐廳的飲品是甚麼 我剛才在菜單上看到 菊菇兩個字 究竟菊菇是甚麼飲品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第一次看這個 奶茶 類似的東西 有些甜的,好像朱古力奶 但又不是朱古力 它是用朱古力可可粉 等等的東西 但它的奶茶稱為菊菇 就不是朱古力 不如我們今天試試這個,好嗎 是你想像中的味道嗎 這個好像凍朱古力 它沒有朱古力那麼甜 我之前在英國讀書 每年其實我都會 特意帶幾個朋友回來香港 去介紹香港給他們聽 去看 他們每次來 我就一定會帶他們來茶餐廳 吃的是西多士 因為我覺得這個西多士 你不吃 就好像未來過香港 我一直都是深水埗長大 你知道深水埗是 最多茶餐廳的地方 就算到現在,今至今日也是 那時候給我的回憶很深 每一次我去茶餐廳 就想像小時候 媽媽帶我去的日子 我現在看到海面的食物 其實到今至今日 茶餐廳的食物 都是一如以往 都必定有這些食物 我不覺得菜餐上 有很大的改變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回憶 其實我現在都會試過一些 例如西式化的茶餐廳食物 例如我自己就很喜歡吃一個 紅酒灰牛味的飯 雖然卡路里很多 但我覺得很好吃 會令我想起以前在英國 他們有一個差不多的食物 其實我覺得茶餐廳的感覺 很代表香港 所有東西都融入在一起 以及一直跟著那個時代 就是一個香港人的文化 香港時代再變 但我覺得香港一個很特別的點 就是他們中西合璧 永遠都在不同的地方 保持著這個元素 我也想問一下你參選 其實你緊不緊張嗎 剛剛開始是最緊張的那一段 但其實遇到一群女生們 全部都很支持對方 所以有這麼和合的氣氛 我就放鬆了很多 我當年參加香港小姐的時候 其實都是戰戰兢兢的 但心裡是沒有想過那麼多 我覺得最重要是放鬆你的心情 享受每一個時刻 將你最漂亮的那一刻展現給大家看 祝你成功 謝謝你的分享 她有了一種特別的親和力 我覺得香港小姐是必須要配備的 一個代表香港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對的